大家好,我是唐粒 今天我们来做牛奶蜂蜜小餐包 这块小餐包,口感蓬松、绵软 无论是作为早餐包,或者用手直接撕着吃 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过多的揉面 新手也能一次成功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先在150毫升鲜牛奶中加入4克干酵母 20克白糖,搅拌融化 容器中摆入两只鸡蛋 打散后,先盛出4-5茶匙 留着后面我们刷蛋液用 像蛋液中加入满满一大勺蜂蜜 大约50克,搅拌混合一下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牛奶酵母水 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加入320克普通中筋面粉 像面粉中加入2克食盐 用刮铲,这样翻拌 成为一个柔软的面团 面团成型后加入2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继续搅拌 接下来像这样,用手反复搓揉5分钟左右 让面团表面变得光滑 然后覆盖,饧发至2倍大小 我现在的室温是24度 我用了2个钟头 面团就已经发好了 按板上撒上干面粉 取出发好的面团 折叠排气 然后按压成一个圆形 把它分成九等份 依次取出小面剂 像这样折叠整形成圆形 你也可以在案板上稍加搓揉 使得面剂变成一个小圆球 表面尽可能光滑一些 然后将九个圆形的小面剂 整齐的摆放在烤盘中 摆好之后 覆盖进行二次饧发 30到40分钟 直到每一个小面胚都明显的胀大 用手轻轻按压 立刻会弹起来 现在在面胚的表面 刷上我们提前流出来的蛋液 薄薄的刷一层就可以了 刷蛋液之前 烤箱170摄氏度提前预热 将烤盘放入烤箱中层上下火 170摄氏度烤至20到25分钟 中间上色后用锡纸覆盖 瞧 金灿灿漂亮的小餐包就出炉了 满是飘香 这样做出的小餐包蓬松绵软 用手轻轻一按 弹性非常的好 而且拉丝柔软 特别适合手撕着吃 或者是作为早餐包 也可以加鸡蛋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咬一口透着淡淡的奶香 喜欢你也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粒 如果你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问题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